中方注意到美日韩举行有关对话并发表共同文件 对其中的涉华不当内容表示严重关切 中方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以合作为名 拼凑排他性的小圈子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攻击抹黑中国 煽动对抗对立 当前南海局势总体稳定 中国始终坚定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同时致力于同有关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 妥善处理分歧 个别域外国家在南海炫耀武力 挑动对抗 不利于南海和平稳定 我要强调的是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关键 在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 亚太地区是和平发展的高地 不是大国博弈的棋局 我们敦促有关方面 切实尊重地区国家 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 摒弃冷战思维 停止制造阵营对抗 加剧地区局势紧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